因為在高雄我們一席 就國民黨一席的立委都沒有 全部都是民進黨包辦 但是因為韓國瑜壓倒性的勝利 所以現在在高雄 所有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的危機感 都非常的深 因為換句話說你可以預料 以韓國瑜現在的得票數 韓國瑜一定非常的樂意 把他轉嫁給國民黨的候選人 國民黨的候選人 你看他們的議長 都沒辦法連任了 就知道說接下來在高雄 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 一定會非常大幅的成長 會幾席不曉得 所以連最深綠的區 就是邱憶寅那一區 就是齊山 美農那一區 最深綠的區 邱憶寅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遙遙欲墜 所以他危機是很深的 他的連任是有非常重大的危機的 所以這些人 他們當然必須要調整 否則的話馬上就要落選了 現在在 我覺得這些剛剛講到這四個立委 都是同樣的一個因素 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接下來國民黨的確是應該 好好的在高雄 做好立委提名的佈局 在高雄在席次上面一定大有斬獲 你可以理解他們的危機感 我覺得這個康議長 我實在是覺得很看不下去 他說現在國民黨公佈了律師費 其實只有六千萬 不是一億多 所以要求當時國民黨集說 花了一億多的律師費要道歉 那他當時為什麼不公佈 當時的數據民進黨執政 民進黨最清楚 市政府也是民進黨的 議會也是民進黨的 為什麼那個時候不公佈 就直接打臉 直接打臉國民黨說 明明就是六千 為什麼你們說一億三 為什麼不講 六千有比較好交代嗎 就是說 因為國民黨不知道 你說一億三花在訴訟費用上 所以大家就說一億三 當律師費很誇張 六千萬就不誇張嗎 也很誇張 六千萬還是很誇張 六千萬就不誇張嗎 不然你那時候為什麼不公佈 你就公佈直接打國民黨臉就好了 一億三比六千萬誇張一點 對 國民黨講了之後就說 原來實際上是六千萬 這是善款 這是善款 我說實在的 我坐計程車 都很多計程車司機 就剛剛在講 都說為什麼高雄氣爆的善款 沒有監律師事務所 全台灣人沒有人願意幫他們 做義務辯護律師 而且要收錢沒有關係 收六千多萬 這是天價吧 這律師事務所 應該因此而致富了吧 沒有 康玉成說這太便宜了 所以 他們是一案一萬 我知道 但是就是說你這個是善款 我們常常聽到 有義務律師打官司這種事情 但這不是他最過分的部分 對 你去問 民進黨每一個立法委員 他的服務處有幾個義務律師 在做法律服務的 這些人為什麼都不願意幫忙 全部通通都是高雄的律師 花媽一身令下 他以前還是台灣人權促進會的 全台灣所有人權律師都歸他管 為什麼現在通通都不見了 通通都躲起來了 全部都是高雄的律師 花媽一身令下 他以前還是台灣人權促進會的 全台灣所有人權律師都歸他管 為什麼現在通通都不見了 通通都躲起來了 6000多萬不是錢嗎 是賺款 但這不是最可惡的地方 最可惡的地方 就是因為這些律師 幫這些災民說 我幫你們代位求償 所以今天沒有得求償 不就是這樣嗎 我問你 誰教市政府這麼做的 不就是這些 拿了6000多萬的律師嗎 拿了6000多萬的律師不知道嗎 他們一定比誰都更清楚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局 就不講不生氣 越講越生氣 康俞成 康是不是叫康俞成 康俞成 還好意思拿出來講 還好意思是說6000多萬而已 什麼170多千 這真的是何不食肉迷 還好意思拿出來講 更何況 你們自己執政 你為什麼不拿出來修理 我跟你講 也不需要修理 因為不管怎麼樣 民進黨都會過關 不就是這樣嗎 以前淹水的時候在家睡覺 花媽還不是高票連任 不管民進黨怎麼做選舉 都會過關 所以高雄就是叫我吃虛虛 你怎麼想到說 哪有可能這兔頭會過關 對不對 他怎麼會想到說韓國瑜會選贏 不可能 所以何必呢 他根本沒有把國民黨什麼民進 國民黨對他們的質疑 對他們的質詢 對他們的挑戰 他根本不放在眼裡 管你幹嘛 我管你還好像讓你有戲繼續唱了 就不要理你就好了 現在輸掉了 這裡要來賺 不知道在賺什麼 這些災民去給誰賺 我覺得這些人做政治 已經沒有良心了你知道嗎 喪心病狂 這是災民的錢 這是災民的是什麼樣的災 我都不想再講了 你都沒有一絲一毫 沒有把這些災民放在心上 只想報這個娘子彎 想說怎麼可以這樣 我就看了這些 覺得實在是很悲哀 你說的 你說的 像這些人 就很想說 那你還是抵觸 你說的 你說的 你說的